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希望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公司 对去年这一年来对我们所有支持和信任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希望今年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服务 然后传播明尼的文化 希望是喜欢明尼的这些粉丝们能够尽快加入明尼家族 那么对明尼不了解的这些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 能够对明尼有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恭喜你 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荣誉 我听说你也是在这个明尼Markham这个dealer是属于唯一一个的这个华人的这个顾问 非常不容易做今天 对 唯一的女的华裔顾问 辛苦吗 蛮辛苦的 其实今天这里来主要有一个目的 我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是跟我们介绍了这个明尼的Countryman这款新车 是 最近听说这个明尼家族又有新的成员了 对 去年我来的时候呢我主要是推荐的是Mini Countryman 那么这是一款四个门五个座 然后四驱的一个小型SUV的这么一款车 那么今年呢明尼又主打了一款双子双门跑车 那么这款呢我们主打的是冒险 冒险精神 那么顾名思义呢这两款跑车叫双子跑车 也就是说你看它的外观上就是 其实外观上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硬顶的 但它不是敞篷 那么另外一台是敞篷 但是是软顶敞篷 那性能方面跟发动机方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这个听起来一般说起这个跑车 可能我们印象中跑车就会比较比这个普通的车要小一些 对 视觉上会小一点 但实际的长度呢 这台车的长度其实是跟普通的mini 就是传统的mini的长度是一样的 这两款车其实可能大家在市面上好像还不太常见 高门具体介绍一下 对 因为是新款嘛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们还是不是很了解 然后还有就是一方面 厂方现在是在限量发行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收入里面已经有了 可以过来看一下要提前预定 因为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 然后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车 就是它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特点好不好 好的 从外观上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它的外观就是比较 就是运动感加强了 跟传统的mini比起来 那么前面的挡风玻璃是略微倾斜的 然后呢 它后面呢 值得一提的是它后面的一个尾翼 是你当你开到时速80公里以上的时候呢 它后面那个尾翼会自动的打开 这样子是可以保持一个车型的一个方向的 一个平衡感跟稳定度 对 然后还有就是 但是对于身材比较高大的一些乘客跟驾驶员的话 也不用担心 mini前面的座位椅呢 也是有足够的空间来对 针对于体型比较高大的一些驾驶员 然后长途的舒适性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从内饰来看的话 内饰跟传统的mini内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利用颜色的对比呢 就是衬突出里边内部空间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气氛 对 所有的圆形的一些配置都还是保留传统的mini的样子 听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是跑车 但是它这个空间不光是内饰这个空间比较大 而且后备箱也是 对 这个后备箱我要就是特别在说提到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种两门的跑车不会很实用 那么后备箱通常都会比较小 但是呢 这一款跑车呢 我们的mini coupe那款车的后备箱的容量是280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普通的 要比普通的就是房车的这个空间还要大 那比countryman还剩任何一款的mini家族里边的车型的后备箱都要大 然后我们有试过就是放过一个大的冰球带 高尔夫球带 行李箱 滑雪板 这些都是可以完全可以放进去的 所以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外观看还是内饰啊 都是非常精美的一辆车 那再了解一下这个比如说性能方面好不好 比如这个车的一些发动机的情况 跟我们说一下 好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也有疑问 就是说他们觉得小型的车在安全性跟性能上会稍弱一点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很自信的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那么mini的每一款车 包括coupé还有roaster这两款车 它的性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第一 它的mini Cooper S的这个发动机 是连续蝉联四年的年度最佳发动机 它是1.6升的双涡轮窝管增压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它的起速从0到100只需要7.1秒钟 对 同时又非常的熟 像大家会觉得说Performance好的车 那可能会又很费油 但是同时耗油量又非常的低 只有6.800公里综合耗油量 对 然后它最高的速度可以达224公里 所以是Performance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 那么安全方面也是很多人会担心说 小车会不会不安全呢 但是我也是非常自信告诉大家 安全性也不用担心 这款小车有6个安全气囊 前方两个 然后头部两个 然后侧面两个 所以是全方位保护乘客跟驾驶员的这么一个安全 然后它所有的底盘和车身都是用兼顾的钢做的 所以其实这辆车看起来小 但是是非常结实的 其实就是作为非常有经验的产品顾问 我想问一下您觉得这个车它的卖点在哪里呢 卖点一个就是它的外观 对 外观它做的现在就比较跑车路线一点了 会比较吸引就是大家的眼球 大家会觉得说 哇 这个车怎么 就是看起来好像跟别的车与众不同 然后就对一些年轻人啊 或者是喜欢这种享受这种驾驶乐趣的这些朋友们 可能大家会比较就是有吸引力一点 所以它说就是它是两门的这个车 以前我们大家所知道 普通的这个mini Cooper就是两门单是四座的 四个座的 所以这个是两个座 对 就两个座 对 就是前打风玻璃会是一个鞋的 然后它的那个顶呢 是做的比较像20世纪70年代 那种赛车头盔的那个样子 所以就是突出它的一个运动 运动这个造型 其实我是确实本人有做过 这个mini Cooper后排这个车 非常非常挤 很小 我觉得所以说其实不如把 就像现在新推出的这个双子车 它是把可以说把后面这个两排座推倒了 变成这个后备箱 对 而且空间很大 空间放很多的这个东西 现在也是就是 我觉得对着车挺感兴趣的 对 就是什么 最近有什么促销的活动 要带给我们 今天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当然有了 对 因为现在我们在庆祝mini 进入加拿大市场这么十周年 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么就是说 凡是来mini Markham做客 试车的这个朋友们呢 都会得到精美礼品 然后特别是WOW TV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那么如果来提前预约来找我试车 或来咨询的话 我个人也会有精美礼品送上 还有特别的优惠 所以说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本身呢 就对这个mini就很感兴趣 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 又打算只要换车的朋友 就可以去到这个town country BMW的mini Markham 找到Cindy来聊一聊 试车呢 你说只要是试车就可以有 是 对 只要来试车 过来做客 哪怕喝杯咖啡 喝个茶 我们大家聊一下 或者你对mini感兴趣 有些问题的话 都欢迎大家来来咨询 查询 然后我都会有精美的礼品送上 很诱惑人 所以说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在刚才我们这十分钟短短的访问当中 Cindy也是跟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 这个mini新推出的这款车型 如果您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 能不妨就是通过现在我们屏幕上 出现的联系方式 跟Cindy进行联系 然后接下来一下 比如说购买车的一些事宜 听说这个车现在还属于这个限量发售 对 所以说了 提早的一些预定 是 我今天开了一辆 在那个parking了 很多人都围观在看 一会儿我也出去看一下 还是很吸引大家眼球的 好 谢谢Cindy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访问到这里呢 现在是高一德洛 稍时休息一下 广告回到再会